為何這兩天這麼多人腸胃有問題 算這個剛剛好本得 我有幾個病人 都是吃完愛磚茶餐廳的東西 之後就不舒服 那間餐廳不就在春風街? 對,那間餐廳是十幾年了 不是吧?我經常下班都是買外賣的 還有我們的餡茶,經常買的 對 對,媽子 肥姨 肥姨呢? 你怎麼了?你不認識汽車 我今天想說不來 人家又不太舒服 不過我又怕浪費了點湯 給我…你哪裡不舒服? 你看,很生氣 又覺得腸胃,扯著扯著 那個人突然又覺得… 肥姨… 伯母是感染了三門氏菌 就是細菌性的食物中毒 三門氏菌?通常是老鼠、蟑螂、烏鷹傳播 沒錯,患者染病之後 是從胃部到上腹開始痛 然後是作嘔、發熱 病發之後幾個小時就開始吐舌 一天可能有十幾次 吐舌令它嚴重脫水 引致電解質流失 現在我跟它吊鹽水補充 等消完細菌之後,它就沒事了 伯母,你休息一下,沒事的 我出去做事 謝謝… 媽子,你又不聽說吃隔夜菜嗎? 不是,我只在茶餐廳吃了一件蛋 才喝了一杯咖啡 婷姨,是不是我去茶餐廳? 不是,我每天早上都在那裡 跟街坊打牙咬 不用心了,一定是餐廳的問題 好,伯母,今早我們診所幾個病人 都是吃了那裡的東西,又吐又吐 你以後不要再去光顧了 但是我每天都要吃過他的蛋治 喝過的咖啡才會安樂 媽子,蛋治咖啡周圍都吃了 我吃了十幾年了,有感情的嘛 那個老闆,達哥 又對我們的街坊也不知道多好 媽子 等我出院再說吧 餐廳明知道街坊生意還這麼不衛生 就是害街坊而已 怎麼會這麼不負責任呢? 我找那個老闆 餐廳,你像官仔骨骨那樣 去到不是就被人帶回頭了嗎? 對付那些壞人,我也開完官仔骨骨了 你看看平衣,我看著他 你看著他 老闆,出去收錢 來了… 阿強,取單玉丁 你下料,我先出去,走 那就是達哥 你就是這裡的老闆 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你的東西吃到人有餓又餓 你別說就說 你有什麼證據說我的東西吃餓人? 我們診所收到餓口肚痛的病人 有一個還進了醫院 我們問過了,他們每個事前都來這裡吃東西 那怎麼樣?他們姓賴不行嗎? 那你真是不承認了 承認什麼? 各位,這裡的東西吃壞人,不要再吃了 大哥,他說這些是堅定的 阿昌,你光顧這麼久,試過出個事沒有? 各位街坊 這裡的東西真的很不乾淨,不要再光顧了 達哥靠這間餐廳養了整家的 你這樣撿到它嗎? 這裡的東西真是熊維生 他不正式的問題,讓我來提醒街坊 小姐,你想怎麼樣?你還在跟我報警 好,最好叫食環署的人來 到時候查到你的食物有問題 就釘你牌,聽撿一顆吧 Kent,大哥,畢竟是街坊 他以前不是這麼做生意的 別客人知道這麼嚴重 你包庇他,就是讓他繼續害人 對不負責任的人就不用客氣了 釘牌吧,撿了他更好 反正我也不想做 老闆,大聲一點,那邊聽不到 繼續,別讓他停,讓全世界人知道 大聲一點… 大哥 大哥以前不是這樣的 他一定有事,我去問他 晴晴 走,阿翔 叫你下班就走,不做了,走 快點 這些人你還管他們幹什麼? 廚房這麼髒,你還不認識食物的問題? 你喜歡告就告,反正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老婆又沒了,都不搶他這間茶餐廳 大哥,你老婆沒了?為什麼這樣? 跟他吵架了,回鄉下不來 吵架了,他也不肯回鄉 你是不是男人? 老婆跑來就像這樣 我是你老婆看見你這種樣子 都掉頭走 你不是說那間茶餐廳是你們的心血嗎? 那你更應該處理好它 讓你老婆知道你從來都沒有放棄 還有 那間房子每天都來幫助你 有些還幫助你十幾年,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對你的事有信心 你這樣自暴自暴,怎能對著他們呢? 又可以嗎? 又可以嗎? 是呀,這樣才像以前勤粉乾淨的大哥 是你老婆的嘛 大哥,我到來幫忙 搞好那間餐廳再等你老婆回來 大哥,我到來幫你忙 我不要 是呀,好